包括这些针对不同种子的政策已经开始了吗? 到目前为止我看到还是表面的啦 表面的比如说他去市场街那边跑一跑 这样有一张照片就说他亲民啦 接下来他又去那个什么Brickfield那边 印度人的集中地 又拍一张照片又证明他是行这个印度人的啦 然后所有的这些我们看到目前为止 看到还是表面的 我刚才要讲的湾姆雷雪这个部分 如果后面没有补充的话 我们会陷入一个危机了 因为我记得在我们妇女组织里面 在讨论这个湾姆雷雪的时候 他们就心智勃勃甚至谈到就是如何 就是一种教育啦 就是没有这个没有这个其他 只有这个国文教育啦 没有其他的人的教育啦 那所以说就是会往往 如果湾姆雷雪没有进一步的诠释的话 他们就以为就是 所以我觉得不同的媒体就有不同的诠释 对对 甚至一些妇女组织 他也认为特别是我们的这个马来人背景 他们觉得就是一个马来西亚 就是必须只是一个语文 一个马来文 就是一个马来文 而且他们认为就是马来西亚 马来西亚到今天为止 人名字所以不团结 就是因为这个语文不同意啊 OK 那何博士在你的理解当中 它跟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又有什么不同 那就有很明显的讲了 马来西亚人马来西亚第一个是行动党题的 第二个就是这是完全平等 这是在我们的宪法目前的形式是不可能的 所以这个是已经很明显的讲的 不是那样东西 那这是狗 这是猫 不同的 至封也认为是这样吗 马来西亚人马来西亚 跟一个马来西亚的全民党马来西亚 有什么不同 都是政治的口 但是在实际实际的这个意义上 确实有它的不同 如果这个纳吉认同这个行动党 所提出的这个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的话 那么它就是政治自杀 是政治自杀 因为目前就算他提出一个马来西亚 他已经在这个马来保守社会里面 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这个攻击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其中一份马来主流报 就在其中一篇的这个封面报导 就提出了这样的一个东西 就是提出这样的 对这个纳吉做出相当有礼貌的这个回应 就是不太认同说纳吉的这个口号 除非纳吉做出很好的一个解释 到底何为一个马来西亚 所以目前为止他都还没有做出 能够令马来保守社会 幸福的一个一套的这个论述 好 何博士 你跟我们分析一下 到底这个概念的核心 它的重点在哪里 我们说从各族之间 是不是应该先从各族之间的尊重跟信任开始 如果根据他的英文网站呢 就是其中保罗人士最重要嘛 就是一个了嘛 一定要互相容忍 那么或者或者加上一个就是你需要 另外一个是perseverance 就是要容忍的 humility很重要我认为 humility就是你要全心 你有权力不要敦就 这个是humility 或者你不要太过去国度的要求 对 可是华人要求这个华人家也不能 我一定要 这样就是 就是协商啊 就是要学商的 所以在某种程度方面 他的意思应该是有求同存异的 不过我们不要忘记 纳吉不是在三个月 这个月才是真正的所谓成为首相 从十月过后 当爸爸Abdullabadawi不提名竞选的时候 他是完全已经是一面倒的时候 没有人可以提名的时候 他在三四个月前已经做首相了 所以我的论点就是 这三四个月里面他有足够的时间 去想他所要想的口号 所要做的东西 而且也实际也证明 他在他几个月里面 已经大量破款 在巴拉的手上不可能发生的事情 他已经大量破款 要面对金融危机 所以这个口号所谓口号 不是这个单纯我上任 我就讲这句话 我相信不是 一定有声势熟力的 问题就是为什么到现在 还没有把他一样样讲出来 所以这个变成我们困扰 马来报批评他 那么我们说是你全民 你说是一个 到底是什么鸟东西 所以那就有这个责任 把他这个概念 把他理清 把他理清 而且这一个马来西亚的这个 他的这个网站 其实在去年9月16日的时候 当时去年9月16日就是安华 兴致勃勃 是要组织这个中央政府 当时刚好我本身是在那记得家 当时他有一个这个开在节的 这个open house 门户开放 所以在这个他的这个开在节 这个晚宴要结束的时候呢 他的秘书就跑来说 他都那就已经有一个网站 叫做one Malaysia 那时在场的这个记者就开玩笑的方式 跟他说 还没有做一号人物就已经有 Malaysia number one 当时是以这种方式来调侃他 但是他的秘书就说 你上去看看 你上去看看 就知道说 那记得这个未来的施政理念会是怎样 所以从去年9月16日到现在 2009年4月19日 已经是相当长的一段日子了 为什么他的团队或者是他智囊 没有对这个one Malaysia 进行很有根据 或是很有理论的这个论述呢 这是一个我们应该要去了解的这个原因 好的 谢谢志峰 好 观众朋友 我们先进入一段资讯呢 资讯之后再回来 跟参美嘉宾继续来谈 如何落实一个全民的马来西亚概念 好 欢迎志峰收看你怎么说 那么下来我们请三位跟我们剖析 这个全民的one Malaysia 我们把人说一个马来西亚 但是何博士 何博士一定要我们用这个全民的马来西亚 OK 这个治国理念和前几任的首相的理念 有哪些不同的地方何博士 我不看这个不听这个口口 就看magic这几个的做法 就是大量用钱 先拼经济 先要拼经济 巴拉根本想不到的东西 或者不要做的东西 他也救了我们 因为他没有乱乱拼经济的时候 没有乱乱借钱 所以我们今天没有面对南韩的危机 没有面对东欧的危机 就是因为巴拉很保守 就是保守的定义是不敢用钱 就是没有乱用钱 不敢用钱还是没有乱用钱 他有他的这个甘工的里面 不能够用钱 台中吃饭没有乱来 所以呢救了马来西亚 但是现在面对这种经济衰退呢 我们一定要开 要敢敢用钱 全球都开包括中国共产党 丢钱 还是夹着丢下来 所以今天用钱是正确的 那就走对路线 虽然有人批评 所以我的论点就是 不管是全民或者是一个马来西亚 今天要做的工作就是 大量政府破款 嗯 把我们的经济先搞好 对 其他的政治压下来 李律师你认同何博士的吗 他就说不同的政治局势 或者是不同的经济 包括经济局势 就用不同的方法 你觉得 这个全民的马来西亚用的是什么 在现在 嗯 我觉得呢 过去我们讲就是 就老马时代了 当时是强调要连接了 是 他的口号了 那么接下来就是我们的 巴拉他本身 当然就是以民主为主了 那么接下来就是讲 就是 One Malaysia 当然就是也是翻译了 就是3月8号之后 整个国家已经分裂得很厉害了 就在政治上而言 对对 那么在马来在马来西亚来讲 就是我觉得就是他们口号 其实反映了就是个vision 就是他们所要 他们所要拼的 一个红愿 的这个愿望 对一个愿景 那么我我当然不同意他刚才讲的 就是强调经济了 我觉得就是就我来就我而言 就是其实真正来讲是我们的那个 治安问题了 马来西亚的治安太糟糕了 当你要骗经济的时候 你这样糟糕的治安 你能够你能够吸引到外资来吗 而且我们自己作为公民的一份子 我们经常都担心受怕 都在觉得自己本身的安全 受到威胁 那像这样的情况 我觉得就是最最最最要紧的是 其实要先拼治安 哦 再在谈经济 OK 那志峰两位说 何博士说先拼经济 那个李律师说先拼治安 那您的看法又是怎么样 我认为有三点 必须要这个一起三管旗下去解决 这个目前的这个很复杂的一个 错综复杂的马来西亚的这个情况 第一呢就是这个经济跟贸易 就是刚才这个何博士讲的 就不需要再重复 第二呢就是这个政府的这个公共行政效率 第三呢就是这个这个目前的这个种族分裂 跟以及这个宗教之间的这个矛盾 矛盾跟它出现很多是还会浮上台面的这个争议 如果这些东西浮上台面的话呢 那么将会是马来西亚的一个即时炸弹 就比如说之前的这个阿拉到底能不能够由飞回教徒 特别是基督教徒能不能够使用这个字眼 或者是能不能引述一些可兰青里面的一些 这些都是这些都是即时炸弹来的 但是这些往往却受到忽略 而没有受到政治人物的这个关注 但是这些课题是非常敏感的 如果一个不小心被这个不负责任的政客 挑起来的话呢 他会掀起这个轩然的大波 另外一点回到刚才我提的就是这个政府的这个行政 因为目前的这个行政除了提升这个公共服务效率之外呢 另外一个非常关键的就是这个地方政府的效率 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就是现在雪兰俄州的巴达林加亚 这个巴达林加亚 巴达林加亚 现在是市政厅了 已经是这个 但是这个市城間管辖的是300万人口 这个人口是非常庞大的 一个市政厅他没有办法监